上个星期 我们主要大概又讲了几个比较更进阶的范例 那各位可以慢慢的渐进 从那个简单的网页 再到相对比较复杂的网页 然后把那个你需要的资料给抓下来 然后并且可以把它做存档的动作 当然虽然每个网页的架构都不太一样 不过基本上我们大概顶多只有用到两个主要的方法 一个是Find 一个是Find All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网页即便在怎么变化在怎么复杂 那基本上目前 你大概用Find 跟Find All 其实大体上我觉得已经 对一般的应用都蛮足够的 那只是说你要先你要懂得去分析 然后找到那个网页里面的这个标签跟类别 理论上标签跟类别其实就足够了 那顶多就是里面可能还有ID 你或许可以用ID 顶多是大概这三个 最常用的一定是Tag 标签 小于开头 大于结束 那个标签里面的东西把它抓回来 然后另外的话 顶多是Class 不过不见得每一个Tag 后面都有Class 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你可以再往上抓上一层 然后再抓到上一层的资料 再往下去寻找 Yes 可以啦 OK 所以这个变动其实还蛮大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实际上的案例 那上个礼拜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 抓那个什么呢 下垒土挡 下垒土挡 图挡的话总共有六个页面 每个页面有十二张图 那当然很简单你会发现 如果你懂得爬虫很快 很有效率的就马上把一个网页里面的所有图 通过帮你下载 那并且存档起来 那如果你不会就图法链刚慢慢 那当然也是可以行的通知说 差异就是每天都要做一样的事 重复的事 而且其实蛮花时间 另外就是说如果你那个 网页里面的资料量越大 那你会发现你可能要动的那个 动作就越多了 当然可能资料量少还可以 但是要一多起来 其实说真的 那一定就不行不通的 那现在的资料量你会发现 因为各个装置所有装置都会产生data 所以你会发现资料量其实 理论上都越来越庞大 不可能越来越小 也就是你可能用那个 这个行动装置或者数位装置 还有电脑等等的 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少 没有人说不要回去用那个 人工的方式来作业 除非有天灾 刚刚没电 你应该 不然的话理论上这个data只会越来越多 那因应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你要把资料抓下来 那当然 理论上还是要懂得怎么样去截取 网路上的资料 那网路其实还包含要云端上的资料 OK 然后方法的话 我们尽量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其实它挺多用到两个模组 一个是request的get方法 OK get我讲过 get实际上就是那个网址上面 它有传业参数的话用get 但是你有的时候会遇到那个 网址上面的奇万它有动作 但问题呢 它没有那个参数 那你就不能用get 你可能要pause 直接讲 但可能看后面有没有这种案例 其实网路上有蛮多的 我之前讲过 有一些你 怎么讲 执行之后 奇万上面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一些网站 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看得到 但是大概百分之十大概就看不到 那看不到的话你要怎么解决 这个我想可能还是要按部就班 所以我们刚开始不要讲太难的 我们先从简单的 再到慢慢稍微复杂一点点 那上个礼拜也有做一个那个 抓那个台彩的 比如说一台的开讲 OK 那延伸的练习 各位可以在 像 因为我在那个网路上有教一些 抓资料的方法 还有做一些 有一些范例 但是有一些 我发现 网路上对于这种 博弈的东西 还需求还蛮大 甚至之前还遇过那个什么 下课的时候突然有个黑衣人 在外面 然后他突然 下课的时候突然说 老师 OK 请你教我怎么算那个 那个什么开讲的几率 然后他后来聊一聊之后 原来他是那个 那个什么 博弈的 好像有一点 黑社会的背景 都把我快下 我刚才讲说 老师我不是 教这个算博弈的 我只是教电脑的 你不要搞错了 OK 他们觉得 这就是之前有学生来 他其实每天都在算名牌 算什么 算那个大乐透开讲的 什么威力才 而且他很用功 他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好 他只是想要学什么 学怎么统计 那个开讲 哪一个 哪一天开出什么号码的 机率最高 OK 但是我也跟他讲说 你应该也是 这个搞错重点了 什么重点 不可能说 如果你这样算 都算得出来的话 那你刚才算掉 你干嘛 你就不用上班了吗 每天就开 下一期大乐透是几号 OK 你都算得出来的话 那我不用来这边上课了吗 我每天就在家里算就好了 OK 但是 比较可能的就是说 你可以针对大数据里面 抓出比较有可能的机率 比如说 到底大乐透 历年来 开出来了 1到49号 到底哪一个号码 开出来的机率最高 这个是算得出来的吗 对吧 然后在哪一个时间 开哪个号码的机率最高 有没有 这也是算得出来的 也就是说 有一些已经发生的 过去发生的 我们可以推算未来 那是可以这样子 但问题那个不敢保证 一定会这样 只是说 可能推估哦 预估啦 OK 所以 这个延伸性的练习 其实不管各位对于那个 像什么什么彩有兴趣的 我好像上礼拜有跟各位介绍 有一个云端百板上面 那个06的这个范例 然后我就网上找了一个网站 他这个网站还蛮不错的 他有所有历年来的 包含就是什么 六合彩 精彩539 大乐透威力的一堆 而且还有国外的一些彩的所有资料 历史资料 是还蛮齐全的哦 那我这边是找了一个大乐透 因为大乐透 大家比较清楚了 然后它的规则是什么 1到49号 然后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反正每一期都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然后开想的时间好像是礼拜二跟礼拜五 我不知道 其实我几乎没买过了 那我如果知道规则 剩下来的我第二个我希望把历史资料抓出来 我想要知道历年来哪一些号码 哪几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高 甚至因为他有日期 那哪一周 他出现哪一些号码的几率最高 这些其实都算得出来 那可是呢 你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遇到第一个问题 你要先收集历年来 大乐透开想号码 要把它先抓下来 那刚好在这里 可是这边我讲过 总共的话有几页呢 总共有68页 那68页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把它选起来Ctrl-C 然后以Ctrl-V贴上 那你要贴68次 那如果它又更新了怎么办 你要再重贴 或者是你贴后面更新的部分 那问题这样没效率嘛 所以这时候的话 如果你懂得利用什么 爬虫 那像这个网页 爬资料其实还蛮快的 你就执行嘛 甚至你清掉虫抓 大概顶多花个不到一秒钟 68页的资料 就全部帮你下载下来 OK 那怎么做啦 可以想想看哦 今天它有规则性的哦 第一个它一定是get 怎么说呢 因为它这个后面有参数 我讲过啦 get的参数 都会曝露在那个网址上面 OK 就是让你知道 也没关系 你 它的规则一定是 问号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一个问号 问号是指后面 所带的那个参数名称 叫indage page 有没有 那后面有一个数字 等于1 等于1的话就是第一页 end 后面的话是第二个参数 order by order by应该是排序 等于new new new的话应该就是由新到旧 如果你old的话 那应该是由旧到旧 所以它应该是 第一页应该是最新的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页应该是最新的 第一页应该是最新的 没有吗 OK 那我已经大概找到规则了 其实应该规则也不难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 写一个排序程式 可以把1到68页 全部都抓下来 那其次就是说 这个地方会变动 这个地方会1变2 所以你如果输入2的话 现在是 这个是9月16号的 第一个配群 那输入2 那应该会变成 6月3号 然后再来第三页 一直到第68页 所以呢 我们可以理出一个规则 那我是跑个回圈 这回圈呢 for I in range 这个range的话 从第一页 然后跑到68页 所以我69 然后冒号 我产生了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呢 将来就丢到这个王子 有没有 这个王子的这个位置 把它串在这中间 好那我就抓资料 第一个 那用什么抓 用request.get 好 跳一个抓一个 跳一个抓一个 那抓什么东西呢 抓底下的这个网页 那你会发现底下的规则都一样 它里面的资料 就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日期 其实它是一个表格 所以你按滑鼠右键 检查一下 OK 那检查你可以看到 在右边的部分 我把它变成左右 你会发现 它一整个 邮标在这边 它这个一个是TD 那TD的话是一个 除春格 OK 标签如果是TD 就除春格 那往上一层的话 就是TR TR的话 Table R R就是R 就是一列的意思 那在上一层就TBody 就是什么Table的本身 身体 那最关键的就是上面的Table 所以我们的Table 基本上是放哪里 放这个 那它有个class名称 其实理论上 这个地方好像Table好几个 1 2 3 4 5 它应该是第5的Table 那我们可以有个帮忙 因为它可以直接寻找 或者不一定第5 因为你可以怎么 直接找那个class 它后面有个class 找这个标签 跟什么呢 跟 这一个class 这一个跟这一个 有没有 那我们就可以 只会有一个 所以我们就用Find就可以了 那Find回来就是这一整个 那这一整个的话 可是它解析 那解析的部分的话 就是 其实第一个 这个可以 其实这个标 这个 如果它刷的话是怎么抓比较好呢 TR一列 你也可以把整列抓回来 它底下就TD OK 那怎么做比较简单 HK是看看 当然没有所谓的标准 只能这样做 你可以一列一列慢慢抓 然后再慢慢切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我直接把那个 里面的那个什么TD 有没有抓回来 那TD的话 它规则我看一下 它理论上应该是 一二三四 有没有 所以我可以先抓整个表格 抓回来 然后再针对这个表格去算说 这个TD 那这个TD的话 它的编号一定从零开始 那这个零 这个是零 那这个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那下一个就是四 五 六 七 有没有 然后八 九 反正八 九 十 十一 有没有 然后依实类推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一定是四的倍数 所以如果把所有TD都抓回来 那做什么 四的倍数 一个一个 再把它分别怎么样 分别把它串在一起 中间加斗点 其实也是可以啦 所以怎么样 完成这个练习题 我想请各位 可以先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 把前面所学的 然后呢 融入到这边来 把那个抓取做出来的话 那这个应该 比什么都还要更重要 因为如果你 表示说你是 会抓鲜料的 那如果你觉得 抓到大热透觉得还不过瘾的话 甚至 你可以怎么 再抓其他的 威力财 大福财 有没有 一堆财 OK 所以假如说 第一步 我是希望 请各位 帮我把那个大热透 所有资料件抓下来 那并且存档 存档的话 也许存CSV好了 或者你存ESEL也可以啦 好 第二步的话呢 存档之后呢 我要算一下 到底历年哪一到四九 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机率最高 OK 那帮我排名一下 到底 前 前几个 前七个号码好了 到底 机率最高是哪 哪 哪几个 因为今天礼拜二 今天已经过了 那下一次 礼拜五 要开奖 所以你可以 假设啦 如果我希望抓那个 前七个号码 告诉我排名最高的 机率最高的 那你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着做做看 这个是延伸性的 0606的这个范例 那上个星期好像我们还没有把那个 就是 那个什么 雅虎股市这个把它讲完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呢 一样把那个雅虎股市 这个部分 稍微 再看一下 这个是在0605这里 然后呢 找到第六月的地 应该是 这里 下载雅虎股市 那你会发现雅虎股市 点击进来 那如果我们想要抓的是这一个区块 那你会发现点进来 那就台泥啦 就是那个 水泥类骨 那当然我希望 这个雅虎股市 我希望抓 第一个先把水泥类骨先抓下来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当然你可能不只是这样 你想想要把所有的类骨 统统抓下来 那你可以再点那个 上一层 这边有个什么 类骨爆价 这应该是这个吧 类骨爆价 好 那这边的话就会出现 上市 类骨 水泥 食品 塑胶 一直到 什么 市雄正 有没有 这几个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全部抓下来的话 其实应该也不困难 因为我后来发现 它其实也是跟那个 刚刚大乐透有固定的规则 你后来点习之后 它的 参数 一样是 付付在最上面 问号 它的参数名称叫什么 这什么 sector id 等于1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这个应该是 台股 and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等于1 关键哪 1 那如果下一个类骨的话 是不是等于2 我看一下 食品的话呢 是不是等于2 点击 对你会发现等于2 所以啦 那这样 你只要做一个 然后面的话呢 再去修改它的 这个 Gate上面的参数 那一样 就可以再去抓后面的 那总共 那个上次类骨 我看一下 总共在雄 四雄正这个 总共有52 所以一 一样嘛 那就可以把这个范围的所有资料 通通抓下来了 那抓下来之后啦 那你看怎么处理吧 要不就是把它存成csv 要不就是把它存成这个esale OK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先练习看看好了 我们这个0605先讲完 然后 待会再来看那个0606这个 大乐透历史资料的部分 那其实你说会很难吗 其实 大乐透 抓 紧多大概就这么 大概不到10行吧 那上面 前面的这几行 其实都固定的 有没有 这几行都是 大概顶多 底下大概增加个 等于4行到5行 其实就可以把 一个配型资料抓起来 所以其实 爬虫路问 真的拍神 相较于其他的 方法 其他工具 我觉得真的有他厉害的地方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